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南韩财政部长提名人崔桂焕 8日出席国会听证会时指出 南韩经济下滑的风险越来越严重 考虑将今年的官方经济成长率 预估由目前的3.9%向下修正 Sony去年全球手机市占约4% 排名第9 Sony Mobile资深副总裁田岛之一表示 Sony以打游击战的方式 已陆续在10国拿下市占10%的夹击 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洪周二称 由于汇率和能源成本带来价格上升压力减退 今年夏季通胀率可能会暂时下降 但随后将再次超向2%的水平上升 经管会表示台湾华企银行将部分业务 委托境外公司办理 违反委托他人处理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 处新台币400万元发还 新台亚在电视这里报道 新台台坡